歡迎收看雲端最前線 我們今天節目持續追蹤 2020總統大選相關的熱門議題 但節目一開始我們持續鎖定 昨天引起廣大社會議論的 國安局隨乎涉嫌走私香菸的事件 我們看最新的相關新聞畫面 蔡英文 必須為這個重大的國安漏洞 重大醜聞必須公開道歉 蔡英文必須為這個重大的國安漏洞 重大醜聞必須公開道歉 第二個 相關機關趕快進行相關的調查之後 公布給社會大眾了解真相 並追查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 及行政責任 第三點 假設到時候真相沒有大白 不清不楚 我們會在財委會 因為本案涉及到國安問題 涉及到走勢問題 我們會在財委會成立調業小組 追查一切的真相 公布給社會 整個相關的新聞世界 我用手板把幾個比較先進的進度 跟大家做個簡單的報告 國安局涉嫌走勢相淹 柯文哲市長接受訪問的說 老鼠屎壞了蔡總統一鍋粥了 好不容易一個十二天十一夜的民主之旅 竟然壞在這個事情上面了 那最新的新聞包括這位涉案的國安局少校水戶 吳宗憲要交出團購實驗的50人名單 50人說真的還蠻龐大的 而且檢調比對還有 我看到這三個字會頭皮發 什麼叫貴婦團 這似乎還有往下往左右兩邊去 做案情延伸的一些相關的可能性 他說這些跟團的買售人 道案說明最佳約談他們了 那另外被帶回的特勤人包括 劉信跟潘信等八個人 這二十萬到五十萬元做交保了 那另外昨天有幾個比較有趣的 一些小細節的新聞 這是這個華航的這個叫什麼 貨櫃的這種水單是不是 人家領貨單 那很清楚的把這個吳宗憲的名字 就登載在這個九千八百條 嚮嚥的這個領貨單上面 國安走私煙品案延燒了 傳至2016年蔡總統剛上任的英祥專案 就從那個時候要開始來清查 但是大家很斟酌這兩個字 要清查漏席 昨天一個雲友他是台大法律系的教授 他私訊我 他說怎麼叫漏席呢 他說漏席是上廁所出來 沒有洗手叫漏席 他說這個事情不叫漏席 這是很明顯的法律事件 不能用漏席這兩個字輕鬆帶過了 那這些相關涉案的人員 在接受調查的時候 都是均推稱是依國安局過去的慣例形式 只是將大家脫代的免稅原品 以化鎮為整的方式下定取貨 如果是團購的人數太多 煙品數量才會越來越多 沒有走私煙品的範益 而交保的8人則指稱 我們都是聽從長官指揮 OK有長官在指揮 不是漏席是違法 但這也是一個慣例 到底蔡總統對這件事情 他調查的決心有多大呢 另外這手板很有意思 事實上已經有人在臉書上過去都爆料說 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說我在機場上班 我手上有名單是這次總統專機 飛機上所有人員買的免稅商品 我實在驗不下去 總統府裡的官 買煙沒有依照規定 一人兩條 總統府裡面有個官叫做吳宗憲 就涉案的少校 一個人就買了將近3000條煙 他一個人 其他人再補上其他的 為了他弄了一個貨櫃 不但免稅還要再打八折 這是他說的 這要事後再查證看看 記者也不爆料 似乎記者也被買通了 這指控嚴重 因為隨行記者 他們只要有錢 想買幾條就幾條 這爆出去有用嗎 OK議員怎麼看 我覺得先回到 這次事件發生了 我覺得我難道在講 我覺得蔡英文真的不只震 我連都綠了 我相信他不知道這個事情 因為身為總統 他不可能同意下面 9000多台貨帶回來台灣來販售 或者是你要團共 他不可能接受 瘋瘋咚咚的出口了10多天 回來發生 特別是在丹佛 好不容易見到 真的我們很想要見的一位參議員 這個人名字不響亮 但是對我們跟美國的關係 非常關鍵 很可惜 很可惜 可是問題是 回來之後 不會再有人記得他出訪 發生什麼事了 昨天發生這個有史以來 最大的弊案 這個弊案民進黨的一切 那些代表也好 或者他們有兩個說法 一種叫走私案 一種叫團購案 這兩種說法不一樣 因為這樣罪名差非常多 團購可能是自用而已 就沒有特別了不起 走私不是開玩笑 那可能是無期徒刑以上的 軍法在判的 因為這幾個軍人 可是我認為 雖然很多民黨的信用 把它變成團購案 可是我覺得最後結果 會用走私案來處理 因為走私案才能夠好結案 有人可以出來扛 國安局把扛下來就結束了 如果是團購案 那不是開玩笑 因為他這很單純 你檢調出來 你要起訴他 一定會起訴狀 所以反而走私有人扛 團購就可能會一直上綱 左右上下延伸 OK好 你的總統府會想說好了 總統府來了50條 某某立委辦公室來20條 這個在起訴書上面 會全部掉出來的 因為你一定要有完整的證明 那開什麼玩笑 這整串蘿蔔 粽子通通都出來了 這個就不是開玩笑 因為我不能假裝很簡單 國安局長辦公室來20條 誰扛 不管是誰買 當然國安局長要扛 那如果總統府來了20條 誰扛 那是雲端最前線有20條 所以這個問題會非常大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讓這事情直選 到最後講難聽一點 就是這個少校來扛 雖然我們知道少校又不抽菸 他的官職也不過是少校 而且是警衛官而已 他根本不可能有這種能力 來做這個事情 可是到最後我相信 國安局會把這事情扛下來 因為燒上去的話 這整個是國家體系的面子的問題 我覺得總統府可能不會容許這種事情發生 這個對於他選舉會有更大的問題 是 OK 請問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博弈有一些猜測 因為這個案子其實並不難查 這個案子其實已經在查 OK 那現在看到的消息是說 50個人名單也都交出去了 所以他會燒到誰 燒到哪邊 目前我知道的就是 就的確就國安局 大家的統構 就在國安局那個圈圈裡面嗎 對 因為他們有學長學弟 就是譬如說 這個譬如說我掛一個博弈的名字 那博弈可能買了 50條20條 50條 可是博弈可能還有幫別人買 幫親朋好友 然後學長學弟大家一起買 然後是掛博弈的名字 所以看起來目前並沒有 融化延燒的形象 並沒有掌握到說 這個是拿去轉賣賺差價那樣子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當然應該查清楚 而且我不認為 你第一次下單 敢下到9000多條 這一定是 很多次了 那因為這個吳宗憲 你看他的 他被拍到 他其實年紀也輕輕的 30多歲 是一個 很勾矣的文書工作的秘書工作 我認為他就一定是被交辦 一定是 因為團購 我們在辦公室 而且他的卡能夠刷到9 我跟你講 9萬多美金這樣怎麼刷出來的 我先講 因為我們在辦公室都團購過 團購的這種秘書作業 其實很麻煩 一定是長官說 你負責 然後他就按照過去 都這樣子辦 所以他就這樣子辦 然後一直打 訂單一直來 訂單一直來 所以就 弄了9000多條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要查並不難查 而且你要清就全清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 之前買幾條 國安局從什麼時候 開始有這種 有這種奇奇怪怪的 這種 走這種偏門 那我覺得 更為重要的事情 除了法律是一個部分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是說 國安局 你應該是要保護總統安全 可是如今 你利用了你保護的那個人 OK 反而去夾帶 我去試東西 不可思議 今天不管總統是誰 你應該要保護他 可是發現說 利用他不錯 所以我來利用 我要保護的這個人 如果今天 不是蠻嚴重的小事 是一種真的是 關乎國家安全大事的事 你會不會也來利用他說 因為人家要給我更多 人家給我2000萬 或給我2億 我來利用一下他 我的媽呀 你不嚇死人 可是這個問題 我來講一下 我覺得蔡英文可能要負點責任 這個用自己人的哲學發生問題 要知道當時 其實不是彭勝卓的少爺 大家推薦的是誰 是陸小榮 那個時候是推薦陸小榮 當國安局的局長 那為什麼不用 是因為蔡團隊認為 陸小榮之前是 馬英九時代國安會的副秘書長 所以才破格使用這個彭 他的資歷不是特別好 可是很不見的是 陸小榮任內 應該也有這種買煙的事 我的意思是說 用陸小榮的好處是什麼 一樣利用的馬英九 如果陸小榮上的好處是 出了事你可以推給錢草 可是現在完全沒有 你就變成自己 全部到自己來扛了 因為那個時候是阿扁 破格任用這個彭局長 雖然我覺得現在已經止血了 就是這個已經開除 但是包括國安會的 包括李大維 我覺得都要來處理一下 因為他監督國安局 這不只是有國安局的問題而已 OK 先讓黃毅士忍請說 其實我對這件事情 我倒是覺得 我不再想要再局限在這件事情上 我用兩個成語來講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就是見為之助 第二個叫黃毅杜賤 什麼叫見為之助呢 剛剛你剛剛講到這個有陸習 有慣例 那我們在整個政府裡頭 很多部門很多地方 存在多少陸習和慣例 要不要盤點一下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見怪不怪的 那些陸習官員已經存在很久了 所以從小的事情 就會發展成這麼大一個事情 其實這件事情 我們看到很多年都這樣子 但是從300條 500條 2000條 3000條 到9000條 終於大到讓人家看不下去 那爆料 如果說9000條有問題 那300條本身 就他原來這件事情的本質來講 他的意義是一樣的 他其實是一個逃漏稅的問題 我們不要講走私 他沒有轉賣說他不是走私 但是他逃漏稅嘛 利用特權逃漏稅 所以說說 就算不是司法問題 也是一個 讓人家覺得 不能夠接受的問題 所以我講 這應該從見為資助 照文政委 存在的很多陸習跟慣例 應該要盤點一下 那些是不能夠為人民接受的 應該要改進 這第一個 第二個防衛杜漸嘛 你看到小小一個地方 如果你在300條的時候就講了 今天就不會有這麼大的一個案子 所以我說很多事情就是 黃衛杜漸 那以前還有一個名言 叫做 物以善小而不為 物以惡小而為之 當初也許只是覺得幫人家團購而已 可是代免大家最後的 就這麼一個大案子 那我覺得 當然現在已經進入司法的程序 我尊重司法 那我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 我們應該從這件事情 得到一些啟發 對政府的各個部門 來做一個徹底的談判 OK 非常謝謝黃醫師的觀點 OK 非常謝謝黃醫師的觀點 謝謝黃醫師的觀點 多嚇一大掛 為何不可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